這個會越帶多 然後我們今天很高興的邀請到文耀星老師 文老師他其實在理會步道這個業界 已經有很長一段時間的歷史 如果要知道他的波波悔諺的話 請大家Google一下文耀星 基本上就可以看到他非常多的一些市集 然後這幾年 事實上他跟千里步道這邊已經合作了非常多年 然後我們也一起有非常多工作假期 都有一起請老師這邊來做協助 那今天很高興邀請到老師幫大家來上 這個也是很聳動的一個標題 叫做犀利人妻步道篇 我相信一定非常的精彩 所以請大家掌聲歡迎老師 等一下我要開始上課的時候 等一下我要開始上課的時候 燈比較多 因為這樣會比較好 今天大部分都是 今天 那為什麼會叫做 今天要上環境跟知道之間的關係 那為什麼會是記憶聯繫 就是記憶人基督前幾年 誰可以去 其實裡面有很多經典台詞 我們可以借用這些經典台詞來套用在 我的步道的這些要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好 那首先 我們上課是步道學跟製造社的同學 那都跟步道有關係 看你們心目中的步道是長什麼 你們有沒有覺得步道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有一個這樣子的想法 就是 等一下 你看看我放的這一些照片 然後有沒有很多跟你的想像是不一樣的 所以第一點叫做 在第九集裡面 我可以提出以前的理事 是不是想像 OK 就是 剛剛就想說步道 你們真的步道很熟嗎 等一下看了這一些才會知道到底熟一熟 好 這是不是步道 蛤 蛤 哈哈 哈哈 手很近 好 OK 所以這是不是步道 這的確是一個已經光廢的步道 好 光廢一段時間的步道 那你覺得這是步道嗎 星座還沒完成 星座 你確定星座還沒完成嗎 對 看的時候我也很神奇 他說就常做這樣 我說 我說 我說你做這個樣子 你是在做這個嗎 你們這樣比照一下 你們這樣比照一下 你們看這個東西 像不像 像 然後 那這裡應該要再弄 再出 然後再弄 對 但是他就說 是 但是他就跟我們講說 就差不多這樣 然後 為什麼這邊 有很多寶石嗎 讓我提供一下線索 這個在中部 沒有靠海的線索 是哪裡 南投 然後 那大家猜是不是 南投的哪裡 這個有沒有 對 九九宮 九九宮都是有很多的那個空機 那裡面都是玩 所以他就說 所以他就說 設計大概換得很 也沒交代啊 所以他就大概就 整個之上 那這是不是步道 這是步道嗎 這不是阿朗 沒有 很多人走然後來衝動 對 然後就有很多 有創的那個直升法 這個一般是出現在台灣高海拔的環境裡面 常常會發現到的一些步道的狀況 我們去看下去 那這是步道嗎 坐好 坐好 要換一下 海水沒有 這個是在南化水部附近 也是海水沒有處理好 所以有做了設施 你看這個辦法比較好 好 這是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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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草子 這應該好陷入 好 你們覺得這是步道 這是步道嗎 這是步道嗎 這個 的確是在步道開地之間的一個吊塔 這是步道嗎 這是崩塌地 所以不是步道 這是步道嗎 這是步道嗎 好 這個在北道 在摩拉克之後 然後原本的路徑在身體 然後到這個地板 就是一個大的風大陣 所以後來大家是這樣子走 有沒有看到 但是現在已經修了 也是就是原則的發現這樣子 然後到這個地板 這是步道 這是步道 這個是在很大 那個4.5K 那你往前走那邊 半間 這就是我 後面對 往來 那這是步道嗎 這是很奇怪 這是步道 欸 很棒喔 這是很好 很棒 這是步道 為什麼是 做的就是步道 沒有做的就是步道 沒有做的就是步道 這是吹風的步道 這是步道嗎 這也是 能夠 這是嗎 這也是 好 我希望透過很多的畫面 其實讓我們慢慢從畫面裡面去推納出一些 有可能大家比較不見證的步道需要怎麼樣子的條件才知道 放這對照片是不是給我 那我們等一下就慢慢去思考 這是嗎 這很好吃啊 這個 誰有去做過這一場 這在 河中山 有誰有去做 來 放下 哎呦 這 這當是怎麼呢 這是嗎 這是 這 一開始 一開始 你們一開始連續一直點頭說是 你們有沒有發現 是有一個現像 牠不斷的 這個畫面在你們面前出現 叫做一個比較明確的路徑 一個比較明確的路徑 所以通常大家认识的步道 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步道 再来看 这是吗 这站很高 我最喜欢走这种步道 这是松针 掉下去不满的步道 这个是落叶步道 这才是步道 这个是步道吗 对 这也是落叶步道 对 这也是步道 这是吗 这脆光度不大 这是吗 也是 跟加纳宁风步道 好 这是吗 这也是 你知道这谁吗 这朝圣啊 这下面是什么花 你知道吗 这种花 这花很漂亮吗 不错 觉得你值得辉煌吗 对 其实也可以 因为它 一直在饭都有它 好 那我跟大家讲 幽东花其实不是原生手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过去的一个产业 可能中过幽东花 但是我觉得如果现在没有必要 不用中它 不用为了说一定要什么 有融化 你知道吗 有融化一种 它开始很坏 所以它的强势性 它的那个强势性 也认识在很大 所以 这个 就是刚好最近在有没有看到大家 又开始能把这些 所以 差点 这个 这是浮道 对 好 那这个是在 太年三了 三年度 这一条浮道 现在已经关闭了 因为下面有 那这个是吗 就是 有一些 但是有一些 但是有一些 就是没有它 好 这是吗 这是吗 这个工法一定是 那你知道这个 这个土是什么 是 这个 是 是 所以 所以 你们不知道你们曾经想过说 曾经整个地方 但是它其实并不是直接在海边 它是一个海岸防空陵 它在那个 二零 二零 就是 二零 往北 就是彰化 它们中间就是佐水溪 冬天的时候 美风挖过来 会把佐水溪上面的很多细沙 都氧起来 那所以 过去 离物局在这边 就重了 有很多的叫做防空陵 它们是要 防沙的 所以 防空陵 它可以蓝沙 这些沙 就一直掉在这个树林里面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沙丘 那后来 他们就在这一个沙丘里面 去 做了一条 環状型的 固导 所以 这是一个 纯粹都是 沙子 的 固导 这是固导吗 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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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以前要上班 那天我经历过的 这群人是要去置山沿的 这个是在 中山北 这两个是中山北 旁边有个三角围 好 那这是固导 这也是水泥屋的 这一段在哪里 你知道吗 这一段就是刚刚我们讲 固导山 的那一段 跟它相比 那固导山 就是有些人 不知道我讲一下 之前那边很容易拟命 然后就有了 跟里长反映说 希望就是让他不拟命 你想想到的方法 就是要打水 那后来这件事情就是 方便跟一些 固导協會 就是去跟他们想出 那其实是有别的方法 可以不打水 可以让附近不拟命 所以才会有 自能一个 步道出风 这个是 这是 在固导山里 要去大量的 舊部 或者做 舊大 原屋上 这些是洗身子的 这这个 这是吗 这是 在洗部 其实下面都是水 是 这我在中国大陆看到 这是步道 但是这个 这个 这个东西上面就是有很多的碎石 然后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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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 有它的 好处 就是帮忙 好 那我们现在都看到一些很硬的部分 的步道 那 刚刚几张画面大家会开始记得 那我再看一个很硬的步道 这个是步道 我感觉是 有一个路径 路径 路径边边还打灯 就是晚上要这样 好 那你们看到这个 你觉得这是什么材料 对 对 这是在肯兵 香蕉湾 对面的那边 桌上去 然后 其实这边有一个 他讲中的水洞 它是一个整个家里 其实他家出外的路 他就是把 把他之前 他其实这下面都是 都是桌上去 好 那这个 不是步道吗 这个是兰阳博物馆外面 所以 看 我叫路径是步道 我刚刚先帮路径啊 等一下 有一个的路径的东西 这个步道 但是这个路径 也很的确 可是你们却 也认为他是步道 你们认为他是 直接在东西 等一下 这一题 跟 等一下我要讲的 步道的一点点的东西 好 那这个是吗 这个是 这也是能高 这在能高的地方 好 这是吗 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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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 类似比较是 属于在都市区 或是 别的地方 那这个 那这个 这也是 这也是 它这会透水 所以硬不硬 透不透水 可能又 是不是开始 你看你脑筋已经开始 被我弄得打击的话 这就是我的用力 以前跟他熟吗 以前跟他熟 我不熟 真的不熟 好 这是够硬吧 很漂亮 那是够硬吧 很硬哦 这就是旧达来 他是 旧达来那边是 台灣族族群 那他们那边的房子是18 所以他们其实现地也有很多的房子 那这个工法 后来我们去当他们 并不是原住民 他们自己的房子 而实在是自时代 日本人教他们的 所以其实 我们建立不到的同仁 有人去日本 很像是去 哎 比较靠我们 靠日本 就是他们去的 是 是 是 对 还是 还是 他们那一边的路 有很多就是这样子的做工 那可以相对的 可以印证到 当初去 去 问这些 做工说 那这是 谁教的 他说 他是 NK 里面的 然后 像 那 所以 你们觉得 他是 你们要不要再开始 回溯一下 刚刚想 很硬的东西 就一定不是悟道吗 他的 負面材质 肯定就不一定是悟道吗 还是跟他没有决定的关系 还是你们再可以归纳出一些 那到底悟道你们要从定义 悟道的定义 我等一下会从其他面向 我查到 就跟大家讲 但是今天 你们每当个都要作业 好 今天的作业我就先讲 好 好 我讲了喔 竹子朝下 你心目中 一条 自然步道的定义是什么 你心目中一条 自然步道的定义是什么 具备 需要具备什么 好 好 我們再來看這一個 那這個是嗎? 它有一個明確的物體嗎? 你覺得它是嗎? 不是 我也不是 那這個呢? 這也是 這也是 因為比較有蝦鱗 比較有蝦鱗用像的 會來遇到 不過這鋼子 那沒辦法 那先換一個 這材質是化鋼的 一心比台灣島的這個 我們並沒有化鋼鱗 台灣島的化鋼鱗大概都常常遇到 一個是越南 一個是這麼大的一個情況 這個也是嗎? 這也是 這也是化鋼的 笑話一算 好 那這也是 這是嗎? 這也是 這在 這層子 有隻蜂鱗做的 好 那這是嗎? 這也是 這是以前 最終有的一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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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們的想像中 過去就是 你的心目中 你們覺得 戰道系統 也是屬於 步道的一個部分 那也是 所以你們覺得 這也是 好 這也是 這也是 這也是戰道 所以 剛剛那些都沒有高不然的 所以 剛剛那些都沒有高不然的 所以有高不然的 你們應該也覺得是 只要是戰道 好 那剛剛都是有明確的 一個路線 那這 這 這沒有明確路線 那這是不是步道 就是很寬很寬的路線 就是很寬很寬的路線 所以 很寬很寬的路線 沒有邊際 那假設是在 沙拉沙漠 然後我們就叫他沙拉沙漠 讓我們 齁 你們看到我越來越緊急 這些都是要讓你們去想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很不喜歡沒有想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瞎著 就是 嗯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那 那 我跟妳講他在哪裏 那 那個 遠近詞 阿朗迪 那 這是嗎 這是步道嗎 開始就試不出來 試不出來 試不出來 就試阿朗迪 對 這是阿朗迪 好 那這是嗎 這是一個小禁 所以你們覺得這是 只要一片草圍裡面 可能走出一個路基 你覺得那是步道的一個建立 每一個人的定期都不一樣 所以你們覺得 那這個是嗎 這是阿里桑 阿里桑 好 這是嗎 哪一個是 這個算是 啊這不算是這樣子 所以你是用美丑 所以你是用美丑 好 這個 採納的代表 好 這個 有這個東西給我一個選擇 我等一下今天是幾 這張畫面 剛剛你們曾經看過 這是福州山剛剛那一段的橙色 是這個樣子 有沒有擦 有啊 就等這句話 好 來 這是嗎 這也是 這也是 是不是 這是你一定跟神 在這邊有 就是這樣子 那是嗎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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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也不算 這種東西一般我們會叫做 顧過過水 它可能會出現在 顧道裡面 過水的地方 但是我放這個是 我想要 真的想要 讓你去死嗎 因為 很多人會跟我講說 這個是 配輪胎啊 讓你比較 顧道 然後 我就說 喔 那這個一樣啊 它一定會跳的啊 就一顆一個賴的 這一顆牌 所以好 我就是想要問大家 才藥不適合做的 讓你行走的東西 你覺得它是 步道嗎 我是 不是 好 OK 我們今天整個課上完之後 這一題我想 應該他會讓你們 炫造一下 那這是步道嗎 哎呀 沒有一個路線啊 有固定的路線啊 有固定的路線啊 那你過期不見得要走 固定的路線啊 那是如果這一個 這一個小女生 她這樣子走 她固定每天都要這樣子走 這樣 那為什麼 海邊那麼寬的事 這不是 為什麼 常態性 常態性 那可是阿朗依古到 還沒空之前 沒有人再走啊 那你說你不是常態啊 喔 我很期待 固定 固定 框起來 可以固定了吧 那這是這道 這順高 喔 這順高 鐵水腫 好 上面 上面是步道 好了 來 順高 這順高 這是步道嗎 不是 不是 不是何種 不是何種 好 這在哪裡 你知道嗎 這在去嘉明谷的路上 那 這個是步道 那這不是步道 沒有路的地方 欸我找這些照片 怎麼都有用力的 很配 好 那這個水比較少 它是嗎 其實沒有路的水你都會用的 其實它是過去的 那叫做 平 平 太平山有一個併材的路線 可以從水封到海溪 那它已經光很久了 對 那它曾經呢 想要再利用過去的 這一個運材的路線 把它披建成一個 各路大家去修繩的路線 對 可是我來沒有做 這是我們去掉山的一個窗房 其實它裡面有水 水很多 然後它都盤出去 所以它 只要下一個大雨 它都在整個路線上面衝刷 好 自己說那個是水庸服 又含氣的小路 對 公路 不是公路 那邊那邊那邊 公路 早前運材的道路 但是那一條 不像你會有 自然會接收 你沒有去腦洞的環境 所以也必須做了 好 那這是什麼 這是馬路 好 我常常跟人家說 自行車步道 目中提問自行車步道就是 你自行車步道 還是步道 你當代是自行車車道還是步道 我一直搞不清楚 為什麼會有一個自行車步道 有自行車步道 所以我不是想說 好 那我要問大家 看它算步道嗎 它很像其實是一個 它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鄉邊小路 然後試了騎自行車 那現在有自行車專用道 就是專門給自行車騎的 對 那 我一直很不能夠接受 我剛剛那個那一種 今天是步道自行車步道 再到現在我還講 但是今天是步道 好 那這是步道 那這是步道 就是不是給車種 這是給人 但是背著車種 那這是步道 是 是 我來等一下走到 因為要接駁一下 是要用 好 我跟大家講是在哪裡 這也是能高月嶺的4.5K大公里 那這的確是 他們因為能高月嶺 21公里 他們有很多路段 他們這個時候 為了要 要處理事情比較快 他們是 在施工的時候 他們是用很多車 都載東西 所以他要把 A或Z 都載它 好 有沒有蛋黃 真的很猛 你想看到正面嗎 人家已經 人家已經生4個小孩了 好 那 那 這有明確的路徑 但你覺得 步道 這是在巴連黨的度假村 這其實也是一個度假村裡面 有一個 散步的路 好來 那這總是嗎 不是 是小田小路 那小田小路 如果車子很少帶走 大部分都很帶走 那是車道很難 是 是 是 所以 你知道 我現在慢慢的要再讓你們去思考 使用在一個路徑上面 它不管是什麼樣子 就是 它的對象是誰 會不會跟它是不是 被認為是步道的定律的關係 好 那這是 這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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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發現 喔 好 那我跟你講這在哪裡 這在花蓮的領域 它這一段前後兩關 全路怎樣 有去過的就知道 它現在不能夠開車 往前全路 就在 這兩次的 好 它雖然有發現 但是 就是 車很少 那現在 大部分是騎腳踏車的 對不對 然後 好像有人在那邊 亂跑 好 那這樣子到底這算什麼道 好 我們再看 那這個算什麼道 那你行道 對 這的確是你行道 這是在 台東的 一個 後來有整理會的一個行道 好 那這是 是嗎 不然這裡很明顯 謝謝你 那叫機車 OK 其實放到這一張 讓大家知道 我很機車 好 就是已經讓你看了那麼多圖片 開始 最後 回到剛剛的第一 頁面 就是以前的女國手 看了那麼多 你有曾經想過說 步道有這麼多的形態嗎 不管大家有一些不是 但是有沒有 有哪一些是 在你腦中 曾經 不曾出現過的 步道形態 所以其實我在談 步道的問題的時候 就是有時候常常為什麼 為大家意見相處 明明就是想要去幫助 把步道做 這是為什麼 為意見相處的問題 因為大家的認知不一樣 純粹靠語言跟文字 是不太可怕的事情 它的想像空間太大 所以我很不喜歡 就 就是只上在那邊打事情 我比較喜歡去現場 那接下來我想說 那個很怕的是什麼 就是二元對立 很可怕 二元對立 不是說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 不是你對自己的問題 好 那多可怕 我們再 好 再來看第三個 他說 人類之間也很可怕 就相信裡面也長了一個謊話 好 二元對立 什麼叫二元對立 現在兩邊這樣叫二元對立 這一個是石頭氣的 對不對 你們已經都被前面的老師都洗腦過了 我已經不用問你了 這個是 這個是 就是 補目階梯都是你一直做的 對 補目階梯 我通常會問說 喜歡 還是問一下好了 喜歡左邊的請舉手 欸 沒有 喜歡右邊的請舉手 好 請放下 這我就知道你略洗腦過了 OK 所以如果今天有下了一個結論 就像現在很多的記者 然後就反正就是開始 忘聞聲音就下結論 就是 經過調查 各位民眾都不喜歡石頭做的步道 喜歡泥土做的步道 好 接下來 各位民眾都不喜歡石頭做的步道 都喜歡泥土做的步道 欸 你覺得全世界如果這樣討論事情 會變成這個結果 你喜歡嗎 不對吧 所以 就是路是非常重要 這一個 全部石頭做的步道 在花蓮的石工作 這也是志工做的 這是崩落下來的大理石 這在海岸山脈 海岸山脈很有趣 因為它的泥土 它是一種高泥土 等一下可能會講到 高泥土它遇到水 其實它就是泥土 自泡的泥土 它碰到水它就不只吸水 它不知道怎麼要買水 所以下過雨之後 它就變成這樣子 OK 那這是泥土 高泥土不是水 這是泥土的步道 所以 所以你今天還會再到處別人來講 我喜歡你不喜歡十號做的孤島 因為這句話其實是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淺諜式的決策跟自約式是很可怕 淺諜式的決策跟自約式很可怕 淺諜式 淺諜式就是說你沒有想的很多 那它就像一個碟子裡面裝了什麼 你隨便丟一個小東西下去 它的點益就很大 這叫淺諜式 那自約就是 剛剛就是要把你們的自約打破 我讓你知道全台灣的物道準備太多了 你千萬不要只存在一種畫面 然後就開始要講物道要怎麼做 物道要怎麼樣 不一定 等一下今天的課程就是要講 物道跟環境之間到底有哪一些你會觀察 好 這個 物境 下雨天會積存 所以如果你改善就是讓它不積存 淺諜式就是這樣子 我想到 然後製約 裡面有製約的引子 就是 我想到追贏就是沒有引力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就非常類似的解釋 如果解決事情只是這樣子 就削塞 就削塞 好 路 好窄喔 然後我就說 不一樣不一樣 好危險 所以露宅就要怎樣 他說 假扣光 邀請我 那你破產降光 這樣子就好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下面是懸崖 然後就想到怎樣 你們就會想到它做什麼 護欄 像這個是 這個是在北大五山 有一個獸人 兩邊都是很深 那邊這個獸人 想到下面很深 開始就有人按照做護欄 好 這就是潛諜式加制約的一個思考的原因 台灣現在到處充斥了這樣一個 非常重要 好 那 好的環境最怕發生什麼事情 一個好的環境最怕發生什麼事情 被破壞 被破壞 然後呢 如果它被破壞了 但是還好還有機會 被破壞了 所以好 我們再來看第二十三 好 環境最怕發生的事情 就是炸也回不去 炸也回不去 我們來看 什麼叫做炸也回不去 這是1969年時候的女王頭 脖子還很粗 那會風化嘛 對不對 會不斷的風化風化 然後到2010年的時候 就這樣子 對不對 他會再變燙回去嗎 不會 這叫做炸也回不去 好 那如果 那如果 解決的方法是 解決的方法是 這個 不是說照起來 然後不要 這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 這個方法叫做 防派風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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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老師會哪個比賽 好 有員工不知道老師會哪個比賽 好 好 來 所以 現在有的步道如果有缺失 那人為應該建立多少 那我們要的是哪一種步道 因為大家其實對步道一定很興趣 我們未來一定會去介入到步道裡面去 去改善它或者叫做干擾它 那我們到底要去注意兩件事情 要做到什麼程度 這件事情就可以了 所以呢 是要給你們一個概念 你們未來可能會上到一個叫做步道 跟類分級的一個概念 那我今天很簡單的講 就是 你看看最左邊到最右邊 是不是從比較人工 慢慢的變得比較自然 比較人工呢 都是屬於第一類的步道 它的人為介入程度非常高 然後第二類的就是介入程度中等到第三類的 它第三類的步道並不是 以主要提供人進去行走的主要目標 所以它的自然程度是非常高 那第一類的步道 通常你們看到這種東西 你們覺得它會出現在什麼樣子的區域環境 它在什麼樣子的區位 路施的旁邊就是礁山 通常這樣 那是因為 它常常要服務的使用者 有可能是既然是全家大學的 那個爸爸是現在30歲的小孩子要訓練 有那一種可能清晨就是15點就起床的 老公老阿嬤他要去運動 所以在某一些的設施強度上面會比較高 但是這一種形態的設施在步道的分類裡面 它是屬地內的 所以它也是步道的一種 它也是步道的一種 只是它的一個設施強度很高 那剛剛有講嘛 我們在做步道要注意哪些事情 我們做步道如果要做一個好的分析的時候呢 我們要從大的使物 從它的區位執取地質降雨跟海拔 來去探討它的步道 我剛剛第一段落放的那麼多 其實它是分布在台灣不同的海拔跟領下 跟地質條件跟降雨的一個區域 以至於它的一些區域也是不同 那它對應過來的呢 我現在平行對於的都是 它對應出來的因子裡面 我覺得是最強的那一個 但是它不只區位 不只對應到相關法規的問題 它還對應到未來的 需要的步道的形式跟材質 它可能會對應到它的一個 台水處理方式跟材料 還有它的零有失控的問題 所以每一個其實都對出多多少少 可能會有連擊性的問題 你需要一起去解決 所以解決這個問題 其實在解決題連例方程式 它沒有標準答案 完全是說 這一些限制因子裡面 它給它的權重有多少 你今天要怎麼樣填入一個 適當的便利的一個尺度 它得到出來的一個分數 是一個美妙的分數 那細部的尺度裡面 你必須要看什麼 還有那麼多要看 你要去看步道的一個不明的狀態 就是現在的一個狀態 然後它的寬度有多少 它的委屈的調查 它的排水狀態 引力區域是在哪裡 它的步道裡面 有沒有一些環境敏感的區域 有沒有一些危險的區域 那你還要做到更殊的調查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 這個通常是發生我們在做 步道機動的活動 通常非常要去處理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要我們合作地區域 這限定有沒有可以利用的材料 讓我來使用它 那便不是說 我們當步道理會 到了現場開始在那裡講 我們事先的調查的時候 就會去做這些事情 然後還有另外一些 使用者的行為調查 既然步道平常 或者是說它以後整件完 你可以預測的 它到底是平均一天要去500 還是一天要去補充 這不一樣 這你在做步道負面的時候 你要考慮的狀態和條件就不一樣 然後另外就是 那有一些是我們去改善前期的 一個步道缺失 那它的缺失是什麼 它的缺失是什麼 直接堆過來了 就是要考慮到 我們後續的動作 那你的時空幫忙是什麼 你要用什麼樣的機具 或什麼樣的工具 你的材料是什麼 你有多少的預算要去做 你要怎麼樣把它做到 能夠環境的 這一些其實都可以調查 都可以調查 所以接下來 我有點忘記 要多傳奇價值觀 沒關係我們來看 好 傳統價值觀 第十二集 好 我們感恩 它把我們的婚姻變得不完美 好 我們換句話說 等一下有這個照片 我們感恩螃蟹把你的婚姻變成不適 好 好 左邊跟右邊 同樣喔 這同樣在一條步道上面 但是有兩個不同的管理單位 一個是香蕉水 一個是入路區 他們同在上下 我們的管路 同樣一條路上面 然後他們都用了 同樣一個好的觀念 叫做就地區場 這條路在封港溪旁邊 公港溪旁邊 這個東西叫做公港石 公港石 那它都就地區來到西邊去找來這個石頭 那你現在看這個畫面的哪一邊 不一樣 就是有流水 喔 它有流水 它這個沒有 那你喜歡哪一個 紫月水 咦 不是被形象過了 但是剛剛又被我反省了 我剛剛有講 這跟螃蟹有關係 這跟螃蟹有關係 其實我在做附近調查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 有沒有看過這種螃蟹 有沒有 都是看到可以吃到這幾個 那一隻 黃色的那一隻 有沒有看過黃色的 這個螃蟹呢 是叫做小 黃輝折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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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是 母蟹在產老的時候 它才會 豎折蟹 就豎折蟹 就豎折蟹 然後到海 海邊去爆 然後當那個 它的卵子化之後變成是 足有 聖物 足有聖物慢慢的變成 是一個 比米粒再大一點的螃蟹 它們會成群結尾 就是在圍到這條心 然後變成縮縮縮縮 然後在這邊 過完那一生腳背 然後再走 或者是剛剛完成那件事情 然後那天我在做料查的時候呢 我就看到這兩隻螃蟹 你知道它們在幹嘛 打架 為什麼要打架 它們在爭取 求 不是 對 爭地盤 其實它們是要 這個洞 下面有個洞 就是它可以躲進去的洞 這兩隻就是在那邊 然後 它們用的方式啊 是什麼 你知道嗎 打架 他大隻的 他怎麼都 都不好笑 他們 他們用剪刀石頭 都在決定這洞是誰 對 所以今年我如果帶你們再去那邊 那兩隻台在查 喝書喝娘 那就是 那是開玩笑的 你知道為什麼 步道要把它做成這樣子 其實就是 剛剛 剛剛 我說過 你在做洞子物調查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 你必須要去了解 這一條步道上面到底做人 哪一些動物 你難道希望做人 一條步道是 人很好聽 但是你以前活在這裡 好好的這些動物都不見了嗎 不是吧 人進步道是為什麼 就是要領略自然的美好 那這些動物都在這邊 其實是自然的美好的一個部分 這些植物原本在這邊也是自然的美好的一個部分 那人類怎麼可以為了讓自己逃走進去 然後 這一些動物跟植物都把它就放出在外面 所以 在做步道的時候 你必須要去注意到 關照到這一些部分 好 然後還有 剛剛講的傳統的思維 今天要調過 好多人都覺得水泥不會壞 水泥不會壞 你看看這個水泥板有多厚 它壞給你看 大自然的威力是會壞 在後的水泥還是會壞 好 那 講了那麼多 講了那麼多 要八點整一下 會打中 還害我一直緊張吧 好 一道整修最大的問題是怎麼 講了那麼多 你們覺得最大合理是怎麼 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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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為怎麼樣 人為 人為一直干擾你 那個修建的部分 可是我們自公進去做也是干擾啊 不是 是別人的 在地別人的意見 去影響 你要失錯的方法 然後呢 我覺得應該是 你覺得這是最大的問題 沒錯 是的 是的 的確是跟著有關係 但是這麼多年來 我總結了一個 一兩的問題 我覺得啊 修建路道最大的問題 是參與者 認知不清 認知不清 我們剛剛開始在玩那些遊戲 在看那些照片 其實是不斷不斷的要希望你們 重新去思考 遇到這件事情 我希望你們有好的認知 我們才會做出好的 好的決策 另外 另外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我們只從我們自己有限的經驗值去思考 但是誰都差不多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不斷不斷的去累積我們很多很多的經驗值 我們在很少經驗值的時候 我說真的 都不疑 像自己很厲害的 我跟你講字要怎麼回答 我有時候覺得那個事情 是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就是認知不清 然後我只從有限的經驗值去思考 我們獲得就是剛剛講的 直接思考的想法 直接思考的就是剛剛講的 那一種錢也是再加上被智慧的傾向 這是我覺得最難怕最難的事情 所以 你看喔 這個是我們 不喜歡的嘛 水泥化 所以就是說希望它自然一點 你知道以前的人怎麼樣讓它自然嗎 他說 天然石頭 天然石頭 我都直覺了 我都直覺了 好 然後還有 步道先聽不如側邊斜坡 這個有時候可能喔 這個是他的 延續力的精準 他說 他說那個 不被愛的那個不是第三者 來 這個畫面齁 來跟我講誰是第三者 這邊是第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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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明明人家是正宗 那是正宗的下場 但是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邊大家都喜歡爬山 但是為什麼 我想政府花那麼多錢 做這個東西 但是為什麼 去爬山的人 倒去又不走 什麼原因 不合格 不合格 還有沒有 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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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什麼傷心 什麼 我這個叫傷心感 好 那我跟大家講 就是其實 最大的問題 就是接地做得不好 就是不合格 它不符合人 一般在走接地的那個節奏 但是說真的喔 大人如果好走 老人跟小孩就是好走 成人好走的話 小孩的人 因為我們腳步通常 我們伸出去的長度不一樣 然後做接地 通常它都是你可不可不可以去的地 所以 這個可以先講 如果有一段長坡 你千萬不要從頭到頭就一直做接地 你只要在那個適當 就是有需要的地方做 比如說它是一個短接地 你千萬不要去做連續的長接地 那有一些地方 然後你的確我有碰過 不得不做連續的長接地 你就要分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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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就要分斷 好 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這裡是不是也是 這個大家會走 你看 他們的轉行就是這個 那有了 所以 我都覺得這個 做事就不如不要做 那政府不斷在一起 這樣 注意大部分沒有什麼東西 好 等打鐘 其實 這個是我一開始 在做步道的時候 突然有一天 我開始覺得說 就是我一開始覺得 步道就步道 有什麼好奇的 我們學那個 做簡單設計 都覺得線型空間超無聊 還有什麼 做設計 然後 但是突然就是 每一次的 步道出現的 那一個題目 就是說 它給我丟的難題 都是從步道超級有趣的 所以我就重新去思考 這是好幾年前 我就想 那到底步道定義 大家是怎麼樣定義的呢 然後我就找了資料 在我們交易部的詞點裡面 他說步道就是小禁 警工人行的小道 所以你看 他強調的是緊工人行 車子只要給緊工人行 車子只要給緊工人行 都不算 這是教育步道 那還有另外一個 詞點叫 我士大詞點 他說步道是一條 我批見為通過圓野地區的路徑 所以在都市裡面的人行道 他不認為他是步道 他不認為他是步道 他是說通過圓野地區的 其實你們今天的題目 我今天就是希望你自己 就是今天這樣子 撞過很多的照片 我問了你們很多的問題 你們自己 除了他們的定義之外 你自己再去做一個定義 我覺得這可以幫助你們 對這個問題 可以更深刻的訊息 那在台灣 主管步道的這個機關 是靈屋局 那他也對這個步道 嚇過了一個定義 他說步道的本體 他是很登山見景 賞景的一條的一個洞線 然後他依照同個體驗的目的 指認或發展 指認就是說 你起碼等不完 我只是把它定住來說 這個路線就是某某步道 那發展的意思是說 他可能有一些地方會打線 會增設路線 或者是從一道去屁建一個路徑 那這裡面的設施 包括了路面 包括了路基 包括了小洋 包括了階梯 擋土橋 都有排水的設施 那工人員最怕活美 所以最後趕快一句 非常可以算很重要的話 他說移路相關的安全 即是設施 所以你們去一些已經有被整理過的這些步道 最常看到的 只要碰到有高炸 就有什麼步道 然後只要走幾步 你就會看到一個警告 比如說小心落石 小心路 等等 那其實就是 可能是因為 台灣的一些在處理國培的人的時候 然後衍生的公路人員 他不得不去 來去做這一個區塊 不能講說老張男的 他們不得不做這一個區塊 但是就是這一個東西 做的目前來講 並不是很細膩 都是很潛的 是很直覺性的去做的 那 我們接下來談步道 通常出現在山域環境 那台灣的山域環境的特徵有什麼 台灣是在一個 板塊運動員等地方的地方 所以地震 還有它所造成的 就是它是一個 新興的一個地質的一個 一個環境 一個筷子地質 所以它呢 很多的地質跟土壤條件 其實都不一樣 即使同一條路上面 都有可能有好幾個區塊 是不同的一個地質條件 跟土壤分布 還有我們看到的位置 每年的下丘兩季 就常常放到什麼 台風 那台灣的這些高山 或者是丘陸 常常可能 就造成了很多的危機夢 所以這一些造就了 台灣步道上面 必須要去面對 或者是說一個好的步道 必須去解決或克服的一些問題 這些自然因素 包括了這一些 那在台灣 台灣建造的這一個 步道上面的一些自然產生的問題 所以這些照片全部其實都是在 某一點的能高月到拍了 在拍工作之後 不是公開的問題 這以前路是這樣子 過去的 路都分打下來 分打下來 整個學愛管 這邊路是分打下來 這邊分打下來 所以是公開的問題 可是這一段實戰還是有 能高 股子頓還是一邊要拍實戰 剛剛有股子頓 能高又有能高 就是能高過的地獄 然後 路面灘方的物 從上電波 它能大顆的土 像 沖石溝的物 你的排水路沒有做好 沖石溝的物 好 路面積水泥濾的物 還有設施老舊 確保維路管理 這個是在能高的 這個是在太平山的 貌心步道 貌心步道上面的一些照片 然後 這個是能高 這個不是 還有很多 你的腹筋會經過野心的問題 眼圖經過野心的問題 常常會碰到一個在做什麼 有沒有 最常碰到的問題 就是失火 有沒有 就是走在這種地方 那個石子上面都是 很輕彩 你踩下去 就是很容易就會 畫 那還有就是 這也是能高 這個是在 越美的地方 在畫臉的地方 就是它過去曾經是一個 比較常有人使用的 但是它一崩掉之後 自然馬上接收 就是 路徑被埋沒的物 那 今天帶來一個 好像 要介紹 然後 那我再這邊補充一下 因為那個 剛剛 剛剛 大家 就是 山山來騎嘛 那我想說 重點我們還是留在比較後面 來做介紹 所以我要 再容重介紹一下 老師呢 他做的步道呢 事實上有 名列 大家要聽清楚喔 名列 世界 前 十大還是 改大 十大 真的假的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 google一下 真的假的 就是呢 有一個 健勤懷補的 步道 在那個 太平安的 對 那一條步道 其實就是 張杜智老師 那個設計計畫的 所以 對 如果 有去過那條步道的同學 就知道說 老師的功力 到底有多厲害這樣 然後 讓我們深深的敬佩 所以 大家一定要聽好下半段 這樣子呢 才能夠 就是 稍微 領略一下 老師的功力 然後 看能不能呢 以後在步道上面 做出來的成績呢 能夠 望老師的下背 就是 望其下背 對 然後 我們 再次掌聲 歡迎我們 德文老師 那個 我說真的 都不是我厲害 是靈智老師 比較厲害 其實 做步道 我覺得 是 你怎麼樣 去把你做的 設施 就是 為了要 服務人 或服務官僚 這些設施 怎麼樣都能在那個環境 其實最厲害的 才是大志 那 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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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好 我們現在講到 剛剛講到的部分 那 什麼自然因子影響 故道 其實我規劃一下 大概就是 這幾項 這幾項 可能有一些是 連結 那某一些的 故道現在有 狀況的畫面 可能是某幾個因子 有一些產生的 所以等一下 我就會用這個 有顏色的這一些 看看 那個畫面的產生 是因為這什麼因子 交互作用下面 所產生的 這些因子有 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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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水 跟植物 植被 我們先來看 要導入的是 如果是壁子的問題 跟地形的問題 你可能在做 步道觀察的時候 或做步道 就是看它的 災害的產生的時候 有可能做了 什麼樣的 形象 那 有關到地形的狀況下面 我們來看 有一個 這個是波 的一個 這樣子的波 是大概 比1比1還要緩的波 這裡有寫 4跟4比1 那 這個1比1的波 就是 當年我們在 這個是在看落水的時候 如果這邊有石頭下 1比1的波的時候 它是石頭中 但是你如果是0.5比1的波 的時候 那個石頭下 是中 如果是1比1的波 那 那 酒吧 會不會 動 這是地形的 一個部分 所以台灣的步道 有很多 少年公司會落水 有沒有看 像這一個地方 的落水 下 它是用什麼 這個落水是用的 會這樣 動動動動 會動動動的 就是在這一段 但是 但是這一個部份的上去 我以前的印象 這已經十幾年前 這邊也是很紅 所以它有可能這邊會碰一下 那這一個是北大武說過的 就是那個颱風過之後 很漂亮 然後又潛 所以在爬山的時候 遇到這個地形之前 你看到這個地形 先停下 先不要走進去 先觀察 那或者是用火鍋先停下 有沒有那個石頭掉下來的 然後這種地形就是快速的 快速的 不要在上面透露 但是快速透露的情形 也是要注意安全 因為總常你這一種 就是它採踏都不適合 所以這種地形的狀況 就是要不要外詳細 那就是施工的施工 他們那時候走過那個 很高4.5K 後面的尖形 就是手機 其實剛剛有一張是 每一個人都扛那個瓦斯坦 那個液態石油氣 裡面是20公斤 那個扛也有20公斤 我看那個比方就是 4-5公斤 就走在這種旋排斷 扛野狼有沒有 那張也是要這樣走過去 往西那麼高 然後這個就是 遠眺一些封閉的情形 有些那種封閉啊 就粘延 都直接到西裡裡去 就是大自然的威力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怕 沒有瘦過的東西 想像 那這個是北大王之前 然後這個是改善完成之後 我們有一個情形 它完全沒有陸基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有用了一些紫生包 然後跟那個林錫貴家文 然後跟竹節鋼機 去把那個陸基硬刺做出來 硬刺做出來 大概官戶現在是60公斤左右 好我們再來看剛剛講是地形 地形嘛 跟地質嘛 那剛剛看到的都是一些 東趴這種 繞篩童的一些地質 那你有通過在北大王 有其實很多 很多都補道就是像那樣子 對 好 脫度 那這個地質 是一些 攀山 應該是可能是攀山的 所以剛剛 我們剛剛下個條 沒有人走的怎麼樣 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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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碰到 在做護照觀察的時候 他的地質跟他的撥度 你可能都會看到這樣一個清晰 然後還有 他如果不是用氣的 而是在一塊很大的母簷 過去的歇里 你常常就是用掌 用掌 用掌 你要 這個石頭本來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 這次又是一個攻擊 第一的地方 是在彈機 在粉機 一樣是 很大的 這個 那 可以明顯看到這裡以前的 那個 步道的階梯 然後 這一邊 都全部掉下去 沒有 沒有 好 那這裡的層次 我講過 某一個區域 或 同一個 步道上面 他的地質條件有可能 你看看 這邊的 這一個 繁岩 你剛剛的那一邊 就是 擺一個多根環子 所以 這一段其實是 六龜井被道的其中一段 那 六龜井被道 過去有很多 都是用這個擺移器 我們也是用移情的工法 把這邊整個移器是趴掉的 從這個地方 把他的下邊波的這個 呃 補坡 補坡 補坎 然後氣質 然後上邊波 也是去做一個 把這個方子上面的那一些 細碎的層次 再補一下 那 我們再來看 如果 剛剛講的是地質跟地形 那接下來我們來討論的是 地形補坡跟水的問題 那這個地形如果是斜的 等一下我考慮一個 如果地形是水平的 再有地形補坡跟水的交互作用下面 有可能 你會看到什麼樣的畫面 斜的 水來 在這種 暴篩口的地形 就沖沖沖 你現在看到的地形是女的 它就是變成一個 大的 成功 大的成功 如果你沒有把水的問題處理好 那 還有一些狀況 我們常常在走步道 其實最喜歡走這個落葉的步道 但是那個落葉的步道 如果是在一個斜坡 天氣起 天氣好的時候 那個人覺得很舒服 可是到了下午 後 它可能就是這個情形 這些落葉是不是很輕 是不是很容易被那個水帶走 所以 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會有一個發生 那 或者是這個 又有水經過這種 剛剛講的那一種 是整個大工地的情形 這一邊會刷出一個比較深的生崩 你要過去這一邊 你不會先要下到這一邊 再爬上 這個就是建築草原的面積 你水不處理 它就變成很大很大的流行 這個在河灣 在嘉明谷 在大坝 有這一些比較屬於高山的建築草 裡面的登山路道 你常常會建造這樣子 所以我們到面 甚至有這個 這在嘉明谷 這民國92年的時候 還是93年的時候 這個洞 其實我前年 還是大前年 再回去看的時候 已經可以裝下四個巴士 因為它水的問題高沒有出來 然後水 你可能在這邊 沖刷 沖刷 然後這邊就淘刷 淘刷 然後又很大 現在可以裝四個巴士 很大 所以水 沖刷的力量其實非常的強 那有水 有這種地形條件 那又有這種地質 就是 您剛剛講的 是不是 那如果是斜坡 這也是 屏東的鬼寮山 跟高雄流的交界的地方 人在使用的時候 因為有波浪 然後這個跟波浪有關係 它的這樣子的一個 土壤條件就是土質的 然後 含水更加多一點 它就很容易 它就會像這樣 那這一種狀況 這一張畫面 其實我們在很多的山區 也能看得到 這個水不是自然狀況的落水 這個水是 有很多 我們剛剛看到 步道邊邊有人見的水管 然後水管有的時候 它 你們知道水管 不能夠 都不讓它扣進嗎 所以他們就為了要 讓它扣進 他們有時候就會去一個想法 然後水 有時候就會從來就一直噴出來 然後另外有的時候 是因為落水 把那個管子打過流動 它就不斷的漸水 不斷的漸水 漸水它是不是就是 留在布巾上面 然後找到一個相對的低點 它就會一直刷 一直刷 然後久而久之 這邊就會變成 很大的多 入積就被刷掉了 所以水的問題也不見得 是指紐 自然狀態相對 為什麼那個水管 不能透氣 不要透氣 因為它收集山泉水 裡面打的時候 它裝進去的時候 裡面有很多空氣 那些空氣 預計在一個地方之後 水就被它的空氣捕住了 它就過不去了 所以它們必須要開盆 讓它的空氣可以排走 那比較 比較有做 就是有經驗的人 或有潛力的人 他會去做一個梯形網 就往上 對 往上 然後空氣出得去 水出不去 那是 我有碰過那個 就是水很大 但水一直沖流 也有 但是水壓太強了 對 也是 所以 這只是跟大家講說 水的問題也不只是天上 還有朋友的問題 對 好不好 像這個 然後為什麼要纏這個tap 因為過去整進過一樣 那當然這種環境的tap 都 你看還是會露出一樣 所以你看 這邊為什麼一直被這邊掌流直接的比較好 這一邊水一直在 它有直接的漸 就是 它的種子 不容易 著附在這個溫度裡面 可能會被刷 好 我們再來看一個是 這個又是斜的問題 但是 但是 剛剛講的是 一般的 一般的 停地 或者是 中間海拔的溫度 但是 高山呢 高山的溫度如果很低 像 前幾天有去 下面 溫度過低 對不對 那如果又 有浮浪有水 有地形是斜的 的時候 你會常常摸到什麼問題 是什麼 結冰 結霜 那在斜坡上面會怎樣 不洗 那今天也不洗 就像這樣子 這真的很 真的是 會這樣子 跌倒 流下去 流下去 來 這個現象叫什麼 這其實是 水結冰之後再從花造成 這現在叫洞 洞 等洞的洞 拔起來的拔 水變冰 體積會怎樣 變大 變大 當它在土裡面體積變大的時候 它會把它土怎樣 撐鬆對不對 但是溫度一回升之後 冰變什麼 變水 原本撐浪的東西 那東西撐了之後 那些土怎麼辦 就垮下來 所以九二九一它就變成這樣 這個現象在高三的建立場 高差段 常常會看得到 這個在哪裡 你看得到 就是那個 台十四甲線 何歡山 客區如影的那個邊坡 常常你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動達的現象 有沒有 就是 就是這個 但是它不是這一個造型 是在裡面 裡面造型 好 好 我們再看 如果你的地形條件 是一個比較平坦的環境 我剛剛都看到很斜的對不對 如果是一個比較平坦的地形 但是一樣 土壤的問題 比較水的問題 一直進來了之後 你會看到什麼問題 看到這個 這叫什麼 基水 對不對 泥泥 對不對 泥泥 你們 你們老實講 你們爬山的時候 你們真的 如果看到前面的地形 你們都會這樣走過去嗎 會這樣 散 跳 對不對 好 不曉得有沒有 這個 這個如果我們發生在都市裡面 這就是側貨現場 你爬就會 拿那個 有沒有 還有 人家抬騎煞車 大家跑 來測你的速度 你抬騎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就是 這在月梅山 月梅山的確 你剛剛講嘛 每一次做步道 前幾年的時候 真的就覺得 一開始就很親自他 但是每一次的步道到時候都給我出難題 月梅山給我出一個難題 就是圖繞 行天去走 就覺得哇 硬方方 然後都是圖路 很好 可是這個就是我第一次 就是以後去走 你就放心 我的媽的啊 就是 你如果穿登山鞋 有沒有 你是穿那個 藍英文的牌子 你走出來之後 有沒有 都不是藍英文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還金二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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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鞋子上面 全都會挑一口 真的 所以這邊的 它是一種 就是 挑一口 它就是 它的特質就是 寫的樣子 所以你碰到那個 你希望可以 立即即職 的時候它是 它是用 來講到高麗爐 不是出難題之後 本人還有一點點 就是求知語 所以我就去找資料 發現 原來高麗爐 在顯微鏡裡面看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六角形 一片一片的根子 然後它本身就是會吸附 它本身表面有附的電荷 它會吸收水分子的正電荷 然後它這個很奇怪 它就會一直吸 直吸 但是水卻不吸過來 不知道讓它排走 因為它的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它就很容易造成這樣 污染的 那如果這是一個平板的話 你就會碰到鎖式第一種形象 有沒有 常常 就是 你如果爬高山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 這叫什麼 波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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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水層 波編 這個東西其實 如果不是穿BOTEX 你等它在大 你可以講 你那一天的南部 你知道為什麼 水 你那個整個掛紙裡面 就是那個 很冰很冰的 就是冰整個 很凹的 所以 我們在爬山的時候 也很不喜歡 就是 想這個 然後有些地方它水沒那麼多 但是它湖廊裡面潮濕 你會看得到有一撮一撮一撮白白 它有點像苔血那樣子 就一撮一撮 那其實它齁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剛剛那個洞髮現象 你也可以把這一盒 就想像它有洞髮現 是它不會像那個冰霧這樣 變成一個凹的地形 那如果今天討論到土壤跟植貝的這一個交互的部門 你能看這一個部門這樣比較好 當然 這個在屏東的雙流森林圍區裡面 這一條叫做帽子三部門 這個是一種植物 那你可以看得到這個地方有光線對不對 但是比較多的部分是什麼 是鼓椅對不對 那你們有沒有經驗組織 比如說在公園裡面 你看到比如說那個樹林很明明 從一個大樹下面會長草 通常沒有都是到底落葉 但是這種植物 所以叫做細葉脈脈脈脈 它就喜歡這樣子的表現 它就長得很好 所以我剛剛有講 我們在做步道的細部尺寸調查的時候 要去觀察什麼 要去觀察植物 因為其實這些植物會告訴你很多這個步道 它的環境 而不只是你那一天觀察到那個環境的環境 它就會告訴你這個地方平常光線和樹很多 因為它如果裝在光線多的地方 它可能就會長得不好 就這樣 那它有自然的組織 也有這麼大 也會帶給這個地方的有移民 所以你在做一個 這一個就是其實剛剛有一個畫面 就是我在 我就跟你講說 那個是不是聽到的時候 然後看到我的背 然後那個就是後來開成一個步道 因為那個要把 把一個吊腳的其中兩關點起來 所以我要講的是 你是這個地方樹蔭也很多 但是這個路 路的路符做完之後的邊編這個 你就會用我們在地觀察到 市樓這個地方環境的時代去做什麼事 不會讓它的土壤有落後 不會讓它下雨之後 死被還沒長出來 胡亂就被重甩 欸 知道這是什麼嗎 欸 你們是 誰教植物有這麼厲害 這台灣不駁駁駁 這是台灣不駁駁駁 駁駁駁可以做什麼 嗯 你們吃的蒟蒻 就是這個做的 但它花很臭 花很臭 它開這個的時候很臭 所以通常都過來的都是葷物 這個是在那個 屏東的頂隆山 頂隆山某一段常常會看得到這種的季節 那剛剛講的是山區 是淺山的山區 那這一看就知道是什麼 海冰渣瀾嗎 這個東西叫做曼金 它是海岸第一線推生長的渣瀾 它就是能夠克服這樣子的一個渣瀾 對於其他植物來講 很不好的一個深入的一個狀況 要曼金 好 再來看一下 這是鐵丁 這鐵丁怎麼了 表示這裡有很高的鹽震 但是有一種植物喔 它就長這樣子 你是誰 唉唷 不會是景觀性喔 唉唷 這叫做鹽錠 它就能夠在這種很很鹹的土壤裡面長出來 所以其實我說對植物的了解成分 如果越來越多 你很容易看到植物 它直接告訴你 你這裡土地狀況怎麼樣 你這裡環境條件怎麼樣 所以做植物判官是 就是盤瀾裡面的步道環境裡面 中間不同的風格 在鹽錠 它就是會有這種 它其實也有綠綠的葉子 但是它會慢慢的轉變成一種黃色的葉子 那你再來看如果有水的情況 在土壤的含水率很高的時候 有某一些植物特別愛對不對 來 這個畫面剛剛你們也看過 這個是大概那個 翠風頂道的其中一段 這個是人工的紅塊造物地 它的下面長還有這個 靜碳會這個 很漂亮喔 就是一大面的地牌 它是一種 一種 一種胎 這個胎叫做泥漢胎 它就是我們如果要種蘭花的時候 去那個賣蘭花那個店說 如果要玩水苔 就是這個石料乾的時候 那它不柔盛盛的時候就這樣子 你們以前都看到一種 那現在一種 就是我的 所以這個地方 它的土壤的含水度是很高的 空氣中的濕度也是很高的 這個也是希望比較潮濕 但是不見得要低溫 它的溫度已經會溫暖一點 這什麼 金蟹圓 金蟹圓 那你知道金蟹圓其實是一種蘭花嗎 它是一個蘭克的食物 它是蘭花 但是它叫金蟹圓 它是一種蘭克的食物 它也是要在這一種 土壤是屬於這一種 土壤的 然後水分 要稍微多一點的地方 它比較容易上去 喔 這個地方你們有看到什麼嗎 蛤 你看到什麼 蛤 蛤 蛤 青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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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灘很不錯 它還有看到什麼嗎 看到一條路 它路邊有很多 松箏 這個是在能高的門段 就是我剛剛有一張照片上面都是松箏的 但是呢 你問 欸剛剛不是都是松箏 那為什麼現在沒有松箏 為什麼 因為下雨呢 我說過下雨 落葉 這種東西很容易被帶走 所以你看你其實這有水的東西 然後 這些落葉會被激到 一個比較低的點對不對 然後那邊就低大口 它的長柴那個地方 整個就會變成泥膩 就不出 所以我們曾經想要去把它整理 到它不會黏黏 可是我們有一次發現 什麼 水晶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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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長得都說水晶藍 可是這一班沒錢的輔落 對 但是這也是我要講的 它不是水晶藍 它是水晶藍的親戚 水晶藍 它叫洗濤嗎 水晶藍長什麼樣子 欸 不過敢犯喔 水晶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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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白種人 它是黃種人 這 這 這 它是白白的 對 但是它顏色比較偏黃 這叫洗漿花 那因為我們在這一段 的邊角座 發現洗漿花 所以後來這一段整段大概有200公斤 完全沒出現 為什麼 因為我早天的水晶藍 我不知道 西藍花要怎麼樣復運 所以我不知道我這一天把它打動過之後 明年它還會長出來 在這一種沒有把握的情形下面 我覺得一段附近 我剛剛講過 路不是只是復運 所以我寧願 但是我希望每年每年西藍花都可以從那邊長出來 所以有的時候有一些路段是 我能有把握的 我們裡面先不要去處理 所以做步道的觀察 有的時候不是一時 是一個長時間的觀察 所以我們為什麼會一直強調說 一條步道的隔離 或者是觀察 就是有在地的 在地的 因為它最常處理 它常常被發現到一些 可能是外的 可能是主區的次數裡面有多少 然後 它比我們知道更多的訊息 欸 這個 我可以講嗎 這個也是要在那個比較潮濕的環境 樹枝跟水溜環境裡面的地方 你看到這一些 你都可以反映到這個 地道的環境 就是潮濕潮濕潮濕 你看這個 就是 這是一個台形 然後這個是 能到遠道 過天池山莊 要到東端那邊的某一個小段 那我這邊 講一個小故事 其實過去的災害很多 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我們要施工之前 就是到那邊一定要有重機具進去 所以 可是我們在想就糟糕了 重機具如果從登山口是我們這一車一直開上去 前面的路過方便是 那到這一關他可能 一邊的人大概就會壓過這裡 那怎麼辦 這裡這麼漂亮 那怎麼辦 反正就要犧牲他嘛 後來我們決定 這個美景想要保留 所以我們跟施工單位討論了 他說 我們怪手可以拆掉 然後拆成三個本分 然後把它背過去 所以我沒有拍到背怪手的畫面 所以我用剛剛背野狼的畫面來證實 他們真的是可以把那些那麼重的機具背過去的人 所以 這個我覺得其實是一個環境保護最真實的一個好例子 所以你今天你再去 過了天子山 然後再往後 往那個 那個叫做 公地發表 那些街那邊 你絕對還可以發現 這個美麗的環境 那你如果在淺山 海拔比較低的環境裡面 你如果看到這個東西 這個草有沒有常常看到 這叫金芳草 我後來 我一開始以前 本爺以為它是人生草 後來發現 不是 但是他從我小時候 我就一直看著他 他只要一出現 你立即要反映到 這個地方有水 然後光線 會有一些光線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那些地面的地方 它就是會有這個光線 然後 它下面這一定是水 一定很多水 胡果浴 它也就是告訴你 這個地方很潮 非常潮 水分很多 土壤就給說 真的在裡面 對 然後 這個叫做冷清草 你看到冷清草 你也是要反映到 這邊的土裡面 水很多 水很多 然後光線 後不是很多 因為它喜歡在 在比較是靈異的地方 那 還有另外一種 那 還有另外一種 灰螺裡草 我不曉得一下 灰螺裡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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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什麼 水啊 腳秋海 你看到它 你可以反映就是 跟 我剛講的 金草喜歡的環境 很類似的 都是 裡面 超多水 你可以 一捏 電池 然後 這個是在 藤枝 然後 這個是用 限定的 崩落的 這個 比如說 台風過之後 崩落下來 這些習慣 性的 狀向的 那 這個地方 後來 如果創造孔隙 直背 也是會從那個 縫隙裡面 長出來 那這個 這個叫做 門牙樁 就是有一些 那一個 樹木 你知道 實在在 繁衍有的 有性生子 跟無性生子 牽插是一種 有性生子 這種之物叫 九瓊 九瓊是一個 無性生子 能力很強的 你只要剪一段 一個插裡頭 它你的 保持不亂的 這就是 它很容易會在 展現那個水 所以有的時候 我們在做打樁 那些不是 那些都是空法 但是下邊或這一邊 都是九瓊 我們就會去用 那種 壓中的概念 來做 但是 但是 你落到 海拔兩千的地方 你再去用九瓊 你再去用九瓊 因為那個海拔 九瓊 九瓊 所以你就不需要了解 植物的一些生物 然後這個也是 這個其實有一種植物 叫做 山菜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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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植物 它這也是 這個 這個是無心石 這個是 有一群成語 叫做 無心插聯 有這一種成義 這我們是 無心插無心石 無心石 無心石 那有一些它是 可以 要適度的是 書法撤枝 那那些撤枝 都沒有丟掉 就是拿來做 這一些 這個 這個 然後 就發現 有沒有 花 這就是 無心 差點不介入 好 它有什麼 影響的步道 如果 這個部分是 還有 異形的問題 好不好 好 剛才講的是這一個 剛剛其實有講過 松陣 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朵一朵一朵的 就是 水 這邊比較高留下來 然後它呆呆呆呆 就是一朵一朵 你可以看得到這一邊 它那邊有一些沙 成面 然後 它比較清楚 它們從裡面的下 所以到影片的時候 你會碰到 是這一種 斜的筆 它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它就會把水來下來 那這有一種 可能 如果它這邊 下邊坡 它不是像這樣子 這麼漂亮的 這麼多指輩的坡 這邊是一個紅坡 水被來成這樣子 這邊水一高 它就會有很沉的地方 然後這個地方 就會有沖過去 新的沖水 的問題 這些都是一些很細文的 那種限定觀察的事情 所以 以後你們知道 步道裡面 你們可以觀察再多一點 然後再細一點 其實它就是一直在跟你講 你步道有可能 在這個環境裡面 會碰到什麼樣子的一個問題 另外是有關於地址 地址跟植被的問題 它的地址表現就是這些 然後這其實就是在 烏拉克之後的洪資禮道 它整個崩掉 但是這樣子的一個 壁子的一個狀況 不是出現 你知道嗎 洪資而已 其實有很多的步道 都是這種形狀的叫做 繞繞 繞繞這種 然後就這樣繞過去 在繞繞 這叫上邊坡 這個叫下邊坡 就是以步道 以步道為主 比你高的那邊的坡 不管是左邊還是右邊 只要比你高 就叫上邊坡 只要比你暗 就叫下邊坡 這樣子比較好近 所以你看這個像不像 跟剛剛的那個狀況 但是它的地址條件 有一點點不一樣 造就了 造就了它的 這海白也不一樣 造就它的植被像 的狀況是不一樣的 這個地方都是 綠山劍 然後這個是 就是暗山 綠山劍跟暗山 在生態性上面 是一種競爭的狀態 那如果有把水的問題架進來之後 欸 地形 地形 地質條件 就是那邊是這一種 農地吸水的這一種 失質 然後有台形 然後這台形是因為 會有很多九空氣中的水 或者是路邊不然的水 長得更多的開血 就會真的這樣 走 尖銀條是不是 這是什麼 尖銀條 對這不是獨特 就是 這個外面叫做 見死不救 見死不救 就是它跌倒說 欸我先拜一下 不好意思 我知道 他的意思是說 他就搞矮點你 卡好 那如果水的問題跟負面的問題 共在一起 這也是我們常常會碰到的 也是 可是不太好控制跟緊的一個部份 你可以看看這有什麼 腳印 這看起來是一個木戰道對不對 木戰道的話非常重要 為什麼 有人說說 我們這裡有不常下雨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到 等一下啊 這為什麼有腳印 為什麼失雨 那屍怎麼來的 那屍是要走過來的 然後有那個物質 你很非常有這個食物經驗 在早晨的時候 你去走跟站道 你覺得你會看到這個情形 一個物質 實體物質的表面 它的表面就是 那些物質 這就是物質 所以你不要跟我講說 這個地方不講下雨 就不會失 只要它空氣中有濕度 很容易在一些季節裡面就有機會 那這 人總是都有第一個進去走 第一個進去走我就要倒 所以 撲面的齒滑 是一個要就是在意的事情 那我講的這個是 以戰道的撲面樓梯 它表面是同一個面子 這是我排一個主手的部分 同一個地方 就是這些所做的 另外 這也是在阿里山公路旁邊 有一個人物戰道 你可以看到它沒有齒滑充 你可以看到這裡其實就是濕濕的 我跟妳講 這個踩上去 十個還有十個會滑充 這個超級 那看到這濕濕的 很像很漂亮的東西 假設它下面鋪的是空園的那一種 就連水磚 我跟妳講 這上面也可以滑充 這個就是 一些撲面 運用在自然環境裡面 你必須要討論到 它的水到底跟撲面 跟整個使用行為 到最後產生醉 我剛才有跟妳講 你現在 剛剛講的那些東西 你現在覺得很濕 你只要不常有 它整個它一起變成 你們就會化交 那如果是空到低溫呢 水是低溫 如果是空到低溫的狀態下 譬如說 我等一下拍的照片 是在萬里 那個地方到中間 會結束 結束 沒有 這個 這第一個人去走 我跟妳講 很容易滑充 跟妳講很容易滑充 那妳看這張電影 太陽 起來了對不對 有光線拍到 有照照的地方 有沒有 它那個霜就有了 然後有隱隱的地方 有沒有 霜都還在 所以也就是說 嗯 因為我 我一直在野外 所以我會不斷的去記錄這一些 那今天就是跟大家有機會 跟妳講說 嗯 妳想像很不大的事情 因為其實在妳的體驗裡面的這些 不足 跟實際的狀況比起來 是很少的 所以妳們要不斷的去思考 妳們要請問問問是什麼 然後做多一點 調查 跟 跟生物的這些探訪 我覺得妳比較好黑嗎 霧道也是妳的地方 包括像這個 是在阿里山 然後可以當中是 這個階級三文全民的水 然後這在林方 這是下水 妳碰到低路的狀態下面 有可能 妳的霧道會變成是這樣子 那 除了這一些以外 還有一個叫做使用行為 這也是一個 極度需要去討論的事情 就是我說的 人怎麼樣這個步道 多少人會用這個步道 他什麼時候來用這個步道 他一群人來 還是零零三人來 那個都會對步道的不同的方向 好 我們來看這一個 這剛好我講的 反而要講的 有些事情 在台灣的夏季 山區是不是很不像 下雨在一些比較低的地方 就積水對不對 你覺得這是大問題嗎 什麼大問題 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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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怎么样 这里被踩死对不对 夏天只会下一场雨吗 不会 它又变这样子 以前这里有准备 现在没有了 水之后怎么办 有机会从这边下去对不对 如果这边是攻击土 它不是一个米 它有可能这一片 就整个被水带走 所以 所以悟道的积水 不是小问题 你要去判断 它下边坡如果这里 有一条水路把水冲出去之后 会不会造成干燥 那如果我们在做 就是手中步道关系工作活动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情形 我们有刚刚我说 我们要去了解了对户外的环境 跟步道之间的影响 有关系的概念的时候 你是不是可以在四部的这个阶段 你就介入了 你把它处理到水 你会在这里激起来 然后水会从这里灌下去 你四次就会防止 一个这样的地方的产生 所以今天其实像这一些 我跟环境观察的部分 是希望就是防止这种问题 在适度的时候 用预防低血的概念来介入 我们要再讲这个使用者的行为 注意看前后两个人的鞋子 鞋子 这个人穿什么鞋子 这里明明对不对 穿主鞋 不怕 乱乱乱乱 穿副鞋的人 这不是我安排的吗 懂 但是那个时候 我已经等好几年想要拍这种画面了 就是为 就是为 就是那么厉害 那我们一群的去吊财 然后 刚好在穿鞋子就没有 然后我就想说 你拆盘应该不会傻傻回去 所以真的喔 他一穿裤衣 他就从这边穿鞋子 所以你从 你再从上一张画面来看 其实不只是这一个人这样子 你从这你都没有植被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这里有很多人 所以使用者的行为 你要从人性去思考 然后再观察 什么叫人性 你做步道 一定要知道两件事情 这两件事情 如果你没有注意到 你就会做出一个 大家不喜欢从步道 这两个人性 第一个叫做 人是偷懒的 第二个就是 人是pass 人是pass 偷懒的怎么讲 像刚刚讲的 小山的问题 阶梯 男走的阶梯还是可以走啊 可是旁边的那更好走啊 所以他就会选择偷懒 那pass 的部分就是说 如果说有两个可以选择 那个东西比较危险 那个部分他就不会去使用 他就会走比较安全 所以你必须要从这两个人性去做 这些步道的未来的设计 另外这个就是 2013年 2013年 然后都是11k 这是12k 这是两个不同的 高山的建筑草原充实的状况 你看到这样子 其实这个也有可能使用行为可以分析 一开始这边的步道 一开始 一开始 绝对是像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的步道 一开始一定出现在这一步 那这一步 那这一步变成冲石沟 就是我说的很像排水那样 就是水跟石沟 鼓动冲刷的结果 他就变成了 就是一个凹槽 那我刚刚讲 人是偷懒的嘛 当如果 这边都还是草 建筑 这边都是草 这边都是建筑 你看到前面这样子 一个凹槽 里面其实鱼鱼鱼 你不会走吗 你不会 你一定会踏在这个屋前 就是像这样子 看起来比较平坦就是建筑 然后呢 他就会踏成变成这个样子 那这个样子 踏完之后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可以跟你讲 就是这一段 在不久之后 一定会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呢 这旁边呢 又会再走一趟 所以 这种地方的路会 互现的话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那像这个你看到 这里病房 三 这里又多 那这个就比如说 这个人性 人就是头来 那就是说 他没问题 他就不要走 所以我们就是 在做步道的时候 要尽量做到步道 不要让他变成这样子 他就不会复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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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今天 讲了很多嘛 对不对 你们也学了很多嘛 对不对 我这十几年来的观察跟真传 都传给你们的万人的力 好 来 我们今天来解决问题 好 非常的期待大家的解决问题 你遇到泥念的地方 怎么办 来 铺起来 铺摸板 是要这样子吗 还是 不要铺摸板 老师说过这样子 不好看 打水泥吗 这就是浅洁式的反应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画面 因为我刚刚跟你们讲 水的问题要解决 还有磁滑的问题要克服 那你们来看下面的一些画面 这好像坐位 但是其实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 诶 这是一个溪溝 遇到溪溝的时候 一般我们就会想说 要做桥 对不对 做桥 走过去嘛 这个桥有什么问题 很容易滑 很容易滑 为什么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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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向 谁说的 谁说的 韩家妈妈学姐说的 对 是方向的问题 但是你的使用者 比如说 使用行为 能这样子走 请告诉我 为什么 方向是什么问题 对 这个地方在平陵 平陵的冬天怎么样 很容易架你 对不对 这个地方非常潮湿 所以你走在一个 圆的木头上面 有可能一滑就怎么样 脚就翻了 脚就扭到了 所以做桥的时候 千千万万 不要只是设这个方向 这是不好 这是不好 来 这个刚刚好 是刚刚要解答你的问题 这个在藤枝 藤枝也是在云露带里面 结果呢 它一开始的时候 它用的这个木头 是一些北美的材料 或者是一些软木類的 那如果看到 零露带里面 它的水汽很多 它就一直吸水 一直吸水 所以后来这个地方 就长满了 白血 很滑的那种白血 不是很 不一定要很绿喔 这很滑 人家都反应说 这个好滑喔 然后呢 然后那个管理单位 直觉性的反应 滑 所以要怎么样 止滑 止滑的方法 它用的什么方法 它就切钩 有没有看到 它就切钩 本来是像这样子一样 平的 它就切钩喔 诶 可是 你们觉得这样子的钩有用吗 为什么没有用 鸡水 鸡水 好 你看 切钩 它根本就没有切到外面 所以降雨的时候 雨水又 怎么样 鸡在这里面 那木头 它是一种有机体 你的水里面有很多的黎菌跟细菌 它会怎么样 就是 黎菌跟细菌 你让它接触的表面积 越多的时候 尤其是植物的 树干的断面 就是你切开 它没有那种皮的保护 或者是 不是顺的皮的那个部分 你把它切开一个伤口 它细菌跟黎菌 都从那边进去 所以它弄成这样子 它这里有水 任何桩胎 第二这个地方更能被烂掉 所以我都说这张照片叫做 解决A问题产生B问题 解决A问题产生B问题 它就是后来 后来又想到说 欸你这样不行 就再来去一条 再来去一条 但是你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解决方式吗 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如果了解这边的环境 你了解材料的特性 你了解很多运用的工法 你就不用做这些后续的除脸 所以它主持是一开始是想到高叉 高叉想到就是做楼梯 然后做楼梯完之后 碰到宝贝 就想到就克死完后 他死完后 他死完后又是克错人 然后到最后就是要想到 他就跟他一条 所以这是不断的苦救 不断的苦救 其实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况 然后这个叫做横向导人 你如果选错地方 你不做还好 你一做了 你把水全都导在这边 这个地方是攻击人组成的 结果从这边刷开 不是你们未来去参加所有的 步道修整修的时候 不是只是让大家去做出东西 而是你要印第四 你要去做出好的办法 你要去做那些有意义的设施 不然蛇变成这样子 这是另外一个 然后另外这一个 这个是一个横向勾 对 这个 这个 一个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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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条这样子 其实是原本要收水 结果你看他 就是施工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这一个地方 压到更入去 那水会怎么样 碰到那个孔 在这边去转到 我就跟那个女主人 比如说水会怎样 到你这里知道 这很想勾 然后他说来一二三跳 跳进去 跳进去哪 不会 所以这个东西只是做样子而已 它没有办法实际的去发挥 它的该有的一个方法 来这也是 这就是刚刚我讲的 跟步道在南化水庫的另外一段 这个是他对于材料的特质 跟这个地方的有一些生态特色的状况不完结 这个地方白衣很多 所以他弄了这个木头 又不把木 所以他就在那边 未把台湾正乎正乎 就是做了一大堆白衣的帐 就是很多 就是几乎走两三步 你就看到一个木头 这就是他没有去了解到 那个当地环境的一些木 这个不会很好 我相信这个还会继续成功 你们有没有走在很平的地方 然后就是躲很多木头在那边 在那边 这个走又不好走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一定要不成像这样 好 平均 一个人是不是一直没有 要有平坏的地方 不一定 要看长度 看长度 那会不会看长度 那 好 那什么是好的步骤 我会不知道 你会讲什么 哦 又又来 老又来 只是 因为新年已经下长很久了 所以 我们是好的步骤 什么是好的步骤 什么是好的步骤 新年纪 第17集讲说 我要的是完整的你 所以我们刚刚也讨论了 很多步骤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希望的是一个完整步骤 那什么是一个完整步骤 这样子的一个步骤 環境 就是在一个自然环境里面 它适度的 它适度的提供了一些步骤 但是它不需要做的 所谓的可能工化 尽量让你的步道的环境 跟什么的大环境 是可以相同的 然后像这样子的步骤 也是一个 就是可以通过在环境里面的 一个步骤 那像这一个 这个步骤上面 台后 还可以看到很多的 这种 森林的一个生态性 那包括这一个 就是 我说我刚刚有讲 歇曼尼公文 我都觉得这个步骤的名字 就是可以感应这个绿部步骤 它是更像绿色的步骤 这样子 或者是用限定的行程 去做出一些步骤 那这是一个在那个 停车场外面 所以它稍微的 稍微精致力 不是那么的 这样子 这个是在 吹风 吹风 那这一个应该是登星床 就是做完步骤 你这个两边不再被劳动之后 考试这些原本的当地的 这些原生态的植物 都会再展出来 那这一个是在 庄的生理游乐区里面 这些等植物 这个是限定 对立学长序的这一个 种植物 这个是在 洪高院 原本这边都是一趟很泥密的地方 那个以后会讲到这个案子 你看这个是 然后这个是大海 然后 你遇到了就是有悬寒冠的 其实在国外 我看到很多的案例 也是 他是在上北坡的那边 架设这一个 他不是在下北坡这边 作弊社会的部门 那 平民有一个部门 叫专与赏学部门 不然你知道 那你会到里面 对金瓜良心 然后这边是那时候的部门 就是用一个学类的信仰去做一个 一个通透性的调 可是我问一下 关于长洁步道的时候 他有一个 因为每次有没有做什么 所谓的工作 我不知道 现在里面是 还有两段 有一段是零物局 有一段是新的市政 所以我不曉得他们的计划是怎么办 因为我要去参与高层 那 这一个是在藤枝 但是你看到的这个是枕木 枕木 枕木 枕木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 他的面观 那那个地方是一部戴 我说只要少人走 那边长胎就完 所以这个是后来做的一个 这根齿滑条 你特别就是让他摔高起来 然后间隔大概五分钟 让你在铲下去的时候 你是找到一个摩擦力的东西 就归 那这个是就地取材的 气势的一个阶梯 然后上面是衔阶梯 纹阶梯 然后还有就是涂阶梯 但是我们在错误到 不是只是把路径做出来 还有一个是环境有学的地方 你必须可以去掌握一些 很漂亮的一些 美的元素径 那有一些就是那一个 设施强度比较强 但是它也是整个东西 在环境里面 定乎位这样子 那这是在阿里山 阿里山其实也已经是一个 游进进度很高很高的地方 它每天有上千上万人在那个地方 所以它的一个设施 也要配合它之前的整体的设施 你不管说因为你新的设施 做的是跟你之前的设施完全不一样 但是你的不一样是可以 但是整个的整体功能 你要让它感觉是在一个同样的地区里面 那这是后来修缮的一个 叫做一路徐步道二级的 你能占到的一个性能 那包括有一些经过 这一个有山里的部分 这些有山都是不砍 不能砍 但是你不会因为要散这个有山 你就让你的步道系统 玩一个起出来 然后轴起来就觉得 那么压盛的一个环境 所以其实在某些部分 你可以去找出适当的空隙 然后它可以产生一些序列性 那这是一个在早前公园 很大一山的一个空中园囊 那这个空中园囊 其实它的量子很大 但是那个时候就是 运用了八线地的一些隔山的一些 在旁边来把它的整个的量子 量子去到后的感觉把它压起来 然后跟它的整体环境 所以其实这一根量起来有十多公尺 它的量子其实是非常大的 但是你看在画面里面 你并不会觉得它是一个不好看的常存 那另外这一个 刚刚其实有讲过两遍 这个是最峰谷的一个 环山步道里面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会有什么面称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有什么面称 但是其实是跟它过去的历史背景的东西 可是它过去是一个伐木的地方 它有很多的碰碰车道 你们在那里面过去 你们要去做碰碰车道 其实有碰碰车道 不只是你们一起去做的那 其实像倩琴也是有碰碰车 然后还有就是翠峰这边有一段大概800公尺 也是一个碰碰车道 所以它过去的碰碰车的铁轨下方 就是整个的 所以我们是利用整个的元素来做 好我们再来看它整个元素用了之后 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把它拉开 为什么不要把它闭在一起用三分 这样不是比较划慢 为什么不要 因为你如果把它闭了 它下面没有光线 你这些瓶碰胎 在下面会全部就是不整 就是不整 那其实我们在做生态环境的保物里面 有一个我们很不喜欢碰碰车道 它的催液化 当你刮一条路条线过去之后 你把一个完整的茎片座上养坏 然后再刮一条线变比死坏之后 它的催液化会会过于这边的生物 有可能有不好的影响 那这个地方除了 要把它连续过去之后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适度的都会把它降到 所以它一些小型的吞虫 或者是一些氧气类 它是可以在下面的控寒 它不会被阻挤 不會被說危險說 這邊原本在這邊的生物 它都過不去 它只能在這邊地盤 繼續地盤 這其實只能被固定的 這個是門高爺 到後來修的一個木杖橋 其實是修得很好 我們有放之前的照片 之前有照彎 那這是大達威里大 有一個橋的木杖 這個是八端高爺 很高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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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是九堂溪的一個剛後橋 我講這個剛後橋的一個 一個施工的故事 建築物體 有去過九堂溪的舉手 請放下 後面是不是有剛後的這種剛後橋 對 稻騎師 一年做一次 一年做一次 那這個東西 這關係到後來工夫們做的東西 一定他們希望能夠永久 這是政策的問題 但是你想想看 Giracy是不是整條都很做 後面有這麼大的橋 他怎麼做呢 那些這麼多的橋 這麼長 他怎麼要把他弄進去 沒有想過 然後前面沒有破壞 怎麼辦啊 然後 你貴重 你貴重進去 前面就壞掉了 然後 這裡面組裝 這裡面有看到 每一根單貨 全部是用螺絲組起來 那之前是全部在工廠裡面 就是我們設計完他們去打樣 然後在現場去攻擊 確定是這個長度之後 再全部拆開 對他 搬進去 跟一根正確 就是這樣把它說起來 所以 他是透過 一個人工搬運的一個計畫 然後在裡面出行 所以你 你想想看嘛 就是說 那怎麼可能要在那麼深 那麼遠的 路上 有一個這麼大的橋 但是前面的路這麼小 那他到底是這麼進去 你從來沒有想過 那這是前面的另外一個座 那另外有一些地方 我們是用吊水橋的系統 我們可以用這個吊水橋的系統 其實現在在台灣很多的地方都有 那這一個的好處是它的施工速度很快 這個是在螺絲 那另外一個是 這個是吊橋 你有沒有發現 這張其實不明顯 其實這裡有一些樹 暴樹外的動作 這裡也有故事 這裡其實是在雙游森林二區 那他這條步道 他們把它是當作是環境交易的 或是場地的顏色 所以那個時候 我們接到這個案子的時候 我們會希望說 未來小朋友在這個吊橋上面 他就可以欣賞到這個樹冠樹 樹在開花的時候吸引到五分層 結果但是呢 這個樹木裡 如果在施工的期間讓它凸起來 對於他們在拉這些抗風水 是很困難的 因為他們一般在做這個事情 全部把這些抗風水 全部都兩邊有沒有 先把它弄起來 鬆鬆的 然後再用抗子 一直拉過去 拉過去 然後再去 這樣子施工會 很快 那你如果中間有樹 他拉不過去 他變成要怎麼樣 他變成要架梯子 到這邊 弄起來 他這樣子是不是變滿有的 所以 施工的人跟我講說 他說 欸 設計師我跟妳那個 長不雄近 做什麼事 他說 我這個樹 我知道妳很在意 我不會把它弄死 但是我可以把它拒廣嗎 我說 我就說 我會開玩笑 開玩笑說 你把他的頭彈 不然就把你的頭彈 不然就把你的頭彈 因為 有些事情你要去思考 然後 原本的核心價值 你想到的事情 你不要被很多 有的沒有的事情 就去改變你們 出門 因為你就是希望 小朋友到這個地方 能夠來欣賞樹冠城 那你樹冠城都被砍斷 他們就是來看什麼 所以 就是有些事情 就是主要不是 要事物的堅持 那這是 拿到補照裡面 有一些法治本橋的 一些要求 以前那一邊 跨系就是都是路面 這是一個 日程的系統 吊橋在全世界 就是兩個大系統 一個這個叫做吊床寺 然後這一個是有橋桶寺 所以 這種橋 的橋形是上樓 你有沒有看到它的橋面 是這樣 往上樓 那吊床寺的是垂形 這是吊橋的系統 另外就是有一些 跟一個平台 聯絡面積很大 不影響你的使用 其實裡面原本 在做平台的區域的樹 你是可以適度的速度 把它抱一下 好 然後 然後 不知道除了提供人類走路 知道環境還需要提供什麼 或需要提供什麼 還需要提供生涯公園 比如說 四郎負面的生涯價值 這是什麼 翻新 那你知道它在幹嘛 這裡是不是好像有一個顏色不一樣的 這些石頭這裡都沒有對不對 你知道它在幹嘛 它在提供 它準備 做什麼 做什麼 做 它準備生蛋 就是 它不吸一個蛋 它就去吃下來 然後它就會喜歡 這個水平的香 你想想看 如果這是水泥丁 它這樣提 你記得就負乎了 它是沒有到 所以這是 自然裡面的一個價值的運動 來這裡有看到什麼 一堆石頭 對 對 這也沒殺 這是一個 排水的 消耗碟石 然後故意讓它整個孔性 你看真的 這些生物就會往這裡 這裡有一種草植 它會去移動這些 可以 這什麼 三郊 這三郊 這也是我們最近一年 在做 步道的時候 就發現 我以前 比如說人間工程 那條西的山下游 就是那邊 那邊 我從來沒有看過 結果最近也去 看到了一次 呃 一次是在 江明古的向南山中的 那個 西 這個是在那個 拉拉山 就是在做步道的時候 就是 其實你會發現 自然裡面 你在翻石頭的時候 就不翻到 欸 那是什麼 好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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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錯 過三蝦 過三蝦 不錯 那它怎麼會出現在步道 這是一種蟬 蟬 蟬 那個 痣療 可是你們知道 痣療的話 是白天還是往蝦 蛤 蛤 晚上 晚上 晚上多 但是這 我是大白天發洩 這樣 我就覺得奇怪 到底這是什麼蟬 後來 我找到資料 它叫做黑蝦蟲 黑蝦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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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蝦蟲是用白天一塊 然後那 月美山步道其中 中間有一大段 我們也是因為它 整個大方向來 以保護這邊的原生態為主 會靈印的就讓它去靈印 因為我們不想去做了一條 不是很保險 但是這邊很深入 就是你想想看 我後來查了資料說蟬 任何一種蟬 最少最少都要在圖裡面待幾個 知道嗎 七年 阿 它出來是要幹嘛 你知道 它到處是很快 它出來不是只是 嘰嘰嘰嘰 它叫船空接待 那你想想看 這支場在圖裡面七年 暗如天日 它要出來 就撞到水裡 蹦 就在那邊蹦 它死的很冤對不對 所以為了不要讓它 有這麼冤的情況下 就是 我說月美山步道 中間那裡有一大段 其實它在步道分類裡面 那是我第一次遇到 我把一條步道的步道等級分類 分成兩種 中間那一段是屬於 屬於第三類 前後兩段 我們比較容易接近 到某一些國共區 它就可以整個綁 那是屬於第二類 這是往上的時候 這是那個 應該是草層 好 這是 也是一個資工的 應該有 來 來 看到這個 這個 可以判斷下面是什麼 炎屬 景氣那一類的 針煉 所以這就是自然裡面的 一切是在下 欸這是什麼 是基 這什麼是基 只有一千塊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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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台灣的地址 這就是你們的 那這是我們做完的一個步道的一個休息 聖地教室區 然後我們那一天去 他就在那邊 吃頭吃 然後 這是什麼 這是主機 他在野外叫做 一國館一國館 你看你有沒有聽得到 就是這個主機 你看他走在步道上面 自然的一個 屋面的步道館 好 然後口氣的是看一下 剛剛講過黃威者鞋 這是黃威者鞋 這是黃威者鞋 那這次叫做 拉斯辛西鞋 那也是 蟹類很喜歡的 蟹類很喜歡的 蟹類 蟹類很喜歡的 蟹類 蟹類 叫邊蟹 台灣沒有蟹子 但是台灣有障礙 人家蟹子的東西叫邊蟹 這裡後面一次管折而已 沒有那個時候 蟹蟹類的東西 但是 他緊張遇到疑害的時候 他會放出一個 酸的氣味很臭 那平常一次就是 這個是石頭搬起來的時候 還是要 另外一次 這個是台灣人 就叫石頭鞋 他也都指在那個石頭鞋 大的石頭鞋裡面 就是他平常 對 那 那 他 人超級大力 超級大力 他人 有一個 有一個 他是完全是可以把 把頭 頭回家 他可以把頭 就是完全藏起來的 其他的烏龜 很多都不行 你看巴西烏龜也是不行 對對對 這叫石頭鞋 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蛇 這一個 這一個 這一個障礙的地方 你如果看到是屬於那個 黏土石 通常都會 你們看得到 路邊一個洞 那什麼 穿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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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植貝的生態價 植貝 為什麼路邊的植貝 比如說 我們會覺得不要去 動太多量 有的時候 他四部有親 但是有些會很不要 那這個 就在石頭鞋 它是一片烏龜玉的 你看 然後 還有就是開花 所有的 等性 埋的這些 那這是什麼 超 鳥 然後 我在等你的答案 鳥超 不對 老鼠 喔 你有看過那種老鼠嗎 電影師 他就插個鼠 然後 這個 我一開始會看到 然後跟我去個視頻 然後我就說 這裡有鳥巢 他就一直笑 一直笑 他說是鳥巢 我說是老鼠喔 我說老鼠喔 然後我不相信 後來我去查資料 真的 就是 草屬 哇 好 好 其實這一張 也在月梅山派的 這張照片 其實也告訴我們 一個故事 一件環境的事情 為什麼 他的草不要做第一 你看嘛 我剛剛不是說 月梅山那個高臉鼓的 其實我那時候 都還不知道這些事情 我們這次去世大集 然後我後來在回想 很多我看到的畫面之後 我發現 的確真的 你如果真正在觀察一個生態 整個的一個狀況 然後你的一點點了解 其實這些都在告訴你 這就是下過你之後水族的煙錢 所以他不會讓他的橋變磁 所以他的橋就會做到 這才是鳥巢 鳥巢會做得更老 他不會做更老 這什麼 這山豬窩 你會看到山豬 如果就老實 幾個山豬 其實很兇 就是小山豬很可愛 你看到小山豬的時候 不要覺得很可愛 後面他進去 山豬 這不好的問題 來 庫木的生態價值 就是 就是 有 聖鳥 聖鳥 就是 聖鳥在一起 然後有一些 就是像 陰類的都喜歡在一些 庫木的 樹枝 然後還有 一些 一些樹的洞穴 這個就是 天然的什麼 蜜蜂窩 你不要看 真的蜜蜂是住在那個 養蜂的那個箱子裡面 它是石縫 就像這種樹洞 它都會去做窩 就是 自然的一個狀況 然後還有就是 很多的那個 竹竹 這個環段之下 奇樹 就對了 它是樹 樹洞 它是樹洞 這個蜜蜂 藤蜂的生態價值 就是 蛤 這個 生態真的很有趣 你看它 它是一個 對不對 這個是 黃賞鳳蜂 那我現在 剛剛來看 黃賞鳳蜂吃什麼 黃賞鳳蜂吃什麼 它的 牠的毛蜜是什麼 不知道 牠 吃 這個 這個 這個葉子 你看 這個葉子 分測相不相 你覺得 生態 系 是不是很方便 因為整個 蜜蜂的生態 其實在脆弱的時候 是更 它連反抗 它連槽都不斷 所以它把自己 盡量 假裝成 它原本那個環境裡面 很像的東西 它就把它 假裝成 好 我的木模 我為什麼要一直做步道設計 其實CNC 第二集就跟他們講 他說痛 但是快 就是畢竟快 這樣 怎麼做的都不知道 怎麼會知道 然後現在是 暴雨 又出來 趕快再去拿 你看喔 有痛 好不好 這是 我們去做一個 就是要做一個 橋的地方 然後那一次 它很爽的 然後就要去量 就要這樣 有多長 你知道嗎 這那個時候 剛好 前幾年發生 那個發展的事件 我後來看到這個 我覺得不會 好像是 就是那兩個 你看 我在那個 溪水裡面 然後那個石頭 是把雨鞋 打破的 好 然後 那一次我的雨鞋 我又很衰 我又穿了一個盒獎 所以我的後面 就長了水蜜 然後 轉水蜜蜜 我又把雨鞋脫掉 但是那整條路就是滿多石子的 然後就很涼 然後我就把我的 藍色的小雨鞋 我就把它 撕掉 放下 用鞋子 碰 你快樂 整個就是這樣 然後之後就做了這個 這個是那個在 新寮 步道 最上面那個步步 而且那個我才又進去 對 雖然是那整個就是 把它拌過去了 但是 我發現我們的橋還是 停在那裡 那而且變成一個生派 讓不到 為什麼 因為那個石頭 把它拌過去之後 這邊堆了很多石頭 然後因為這後來斷掉 就沒有人走進來 然後這邊的那個草就長出來 然後這邊有那個山羊跟山蝦 他們就走過去 真的很親愛照片 現在是在那邊 太有趣了 然後這個也是 就去到那邊 然後不要想灌 好 我們前面還有一大隊在調查 就是硬著頭皮 就這樣才會去 好 好 好可怕 這位就是路是密換 很喜歡 所以請派入 那這是修完的 好 到最後 應該要讓你下個了嗎 我覺得 這是我在那個網路上面 有一個網站 你可以上去那個網站 做得不錯 叫發個規 那個 他裡面有一段話說 這裡很美 離很近 要到這裡 確實沒有捷徑 然後讓你選擇 用心去體會這裡 因為 你們今天坐在這一邊 聽我講這些事情 你就看了很多畫面 但是 你沒有辦法去感受到 那個已經走很久 飛縱撞 到底那個雷是什麼 你沒有辦法感受到 那一天 到底是 天氣多呢 或者是有多熱 你沒有辦法感受到 就是 可能被一些蟲子 咬到就是 你全身就是 清晨之類的感覺 那只是說 真心的體驗 不見得你們一定都要去體驗 只是想要告訴你們 步道有這麼多 這麼多需要 觀察跟看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繼續保持 這一個對 對步道的熱情 然後就是盡量 像你自己說 如果對步道 多水了解的話 有機會就去完成 然後有機會跟著 千里步道一起去參與 你的水座步道的時候 你就一起去參與 因為這種 從中可以知道很多很多 你想像步道的這些事情 那這個就是 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一邊 謝謝 謝謝